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纵有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国家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眼前这位专注于弹作钢琴的年轻妈妈 来自白俄罗斯 她说着一口流利且自证腔圆的中国话 还有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叫蔡雅尼 雅尼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 受家庭的影响 她从小就接触到中国文化 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5年 雅尼到圣彼得堡的 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留学 当时学校里的中国留学生比较多 他们时常会聚在一起交流学习 但也是雅尼第一次了解到汉字的奇妙 三年级的时候包了身边的 就国外籍的相信自己 非常神奇 那可能也是我的兴趣的成分之一 2009年 申请到奖学金的蔡雅尼 来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 继续深造语言 慢慢的 她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就学期间参加了各种汉语比赛 还担任过外籍主持人和翻译协助 考虑到未来想在中国发展 雅尼决定继续深造中文语言功底 申请了中国传媒大学博士 当时白勒苏大使馆也请我在他们那边工作 做一些文化交流方面我也做过 当时我觉得还是要完善自己的汉语水平 因为学无之境 还是觉得总是哪个方面不够好 那么我觉得还是在语言这方面 可以进步发展 申请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 成功录取了 被录取了 正因为过往经历 雅尼与杭州结缘 并且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婚后定居在杭州 并育有二字 在谈及为何会选择杭州时 雅尼坦言 杭州的文化底蕴 生活便利 让她倍感亲切 她在此也结交了许多好朋友 韩州现在生活非常方便 非常舒适 就是你去哪里 就带一个手机 就不需要其他东西 非常绿色 然后这边也是中国 这种传统文化的氛围 比较好 这些都吸引了我到这里来 我可以和我同样的 在杭州的各种各样的国际的慢慢和他们交流 做一些活动 我们也经常给小朋友也做和一些解释相关的活动 雅尼表示 今年的杭州亚运会自己比较期待 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带大儿子去看现场的比赛 感受其活动氛围 最近是冬奥运 将来是洋云会 这次不是俄罗斯好像也要参加洋云会 因为它都是有开幕式 闭幕式 开幕式闭幕式都是有演出环节 也是在哪个国家 就会包括这个国家的一些历史 艺术文化方面 那么因为全世界在看 那肯定是会有一些传播力量 我现在肯定是最多的考虑是从我的孩子这方面考虑 因为大儿子他连看群道 那肯定是要带他去参观看比赛